人為縱火造成翁家六人喪命 獨留當兵的兒子翁翔志和外甥林文祥 到底什麼生仇大恨要縱火燒死人 嫌犯和理性友人來聊這間餐廳用在 和老闆娘夫婦起了爭執 而起依舊是一把雨傘 前年4月7號嫌犯和老闆爭執 而翁翔志和女友也在場用餐 他說了一句不要再吵鬧了 卻遭嫌犯湯井滑拉成衣服 過程中自己還水倒受傷 今年1月法院判決無罪 他還嗆一下說會討回來 他覺得說是意外 可是現在知道說是因為這樣 會不會覺得說很恐懼 謝謝 不好意思 有找到就好了 有沒有你們當初有想到嗎 有沒有看到其他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 沒想到湯井滑從判決書中 得知翁家的地址之後 還變裝成老人駝背主軌杖 到現場瞧監視其鏡頭 當天沒下雨 他卻穿著雨衣 下雨了卻又淋雨 甚至三進三出在案發地 行為怪異遭警方識破 那被告是這個刑事判決的當事人 因此我們在刑事判決書當中 都必須要記載被告的免許資料 他要確定你的人別 他要確定你起訴的對象 你判決的對象 將來執行的對象沒有錯 刑事訴訟法規定公文書 是記載被告住所和居所 除非性侵而燒案 才會隱匿各資 嫌犯為了報復而縱火 讓人一夜間痛失親人 釀成無法挽回的六死悲劇 這也新北市綜合報導 從關競海的缺點 我看到 十分比 Singh 我的則很大 我看到 這個 承受 職 拓